国道3号北上龙井路段在清晨发生了两部货车追撞死亡的意外 导致了一名27岁的驾驶头部受到重创伤重不治 而在台中也发生了死亡车祸 一名老先生骑单车的时候横跃了三个车道被撞飞当场丧命 另外在台中的潭子区 尤其是在回转的时候没有驻到路况被执行机车撞飞 还好双方都没有生命危险 台中潭子复兴落断 穿黄衣的南骑士回转被执行机车这个阵轴 两台车倒地不起 还好双方只有皮肉伤 事故后双方机车骑士均送医 经检测均无酒精反应 同样都是车祸 不过发生在台中东区 汉锡杰跟倩城路的这位七十岁老翁就没有这么幸运 他骑脚踏车一路切西瓜 横闯三个车道过路口 被开在最内侧的直行轿车 当场撞飞惨死轮下 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 台中龙井路段也发生一起死亡车祸 大货车车头凹陷变形 驾驶因为猛烈撞击 上半身冲出挡风玻璃 鲜血直流受困在车内 消防队出动破坏器材抢救 不过二十七岁的驾驶 因为头部重创 腹部大量出血 人宣告不治 警方调查当时有一部货车 故障熄火停在路边 这辆大货车从后追撞 导致货车擦撞另一辆连结车 而大货车驾驶重撞护栏不幸放命 记者最后报道 是啊 厚 厚